大家好,我是SHOCO 阿格力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家屬的變動 就是後面這個新的成員 其實我們上次有拍過Model Y 但是這次呢 我其實之前也有想法 就是說想要買一台七人座的 因為能帶著SHOCO少爺還有我爸媽 或者是以後SHOCO的爸媽來台灣 一舉旅遊是我的夢想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說 SHOCO這一次呢 我們延假開到墾丁 大概來回有1000公里 它的感受是什麼 也提供給大家 如果想買車的一個參考 好,那我們就開箱這台Casting 這個功能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能幫SHOCO開門 直接進車 而且自己開的話也很輕鬆 就是把錢這樣拉一下 它就會自動開 而且這邊還有這個把手 對,因為它是家族車嘛 它的第二排 聽阿格利說 它是專門讓第二台去享受的一台車 就是買第二排送這台車的概念 真的超舒服 你看 這第二排的這個空間 就很大 然後它中間也沒有那個結體 因為有些車是後軸傳動的 所以中間會凸起來 這台前軸驅動 然後第二排它都是獨立的這樣 然後它這個椅子呢 自己調很多細節阿 它這個座椅的斜度阿 什麼的 那我通常呢 它會有這個 寫著2的這個按鈕 我按一下 你看它這個座椅會往中間移 然後腳可以這樣扶起來 二就是零重力模式 就是 誒好像上天堂了 就是這個 對阿就是這個腿托 有沒有就是一個準備睡覺的姿勢 然後它這邊很好是它這個扶手是可以 調整的喔 這邊有一個按鈕 誒 好硬 這樣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可以調低一點阿 哪有人這樣 喔真的耶 原來它是可以調更低 但是你要很用力的去按 就有一點力量 難怪我想說 對啊 因為我之前 這樣好多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耶 你好好笑喔 因為上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看你我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手那麼翹 因為我有交過你 這一台車交車的第二天 我們就回屏東 還不熟了啦 然後它有一個按鈕 你一直就按它的話 它會恢復正常 對就是很智慧 它有恢復 然後有休息 有這個上天堂的模式 對 然後大家看 這邊就是少爺的位置 我們兩個都是老闆 我是司機 而且這個第三排還可以睡覺 SHOKO來示範一下 好那現在SHOKO呢 在第三排的位置 我們會看到 這個腳部的空間 其實還是很OK 有一個拳頭 欸你很專業喔 你是不是有在看什麼 汽車頻道 是你經常看 然後讓我看 來量一下頭部空間 欸頭部也可以耶 它有挖空啦 所以還有一個多拳頭 SHOKO大概是 160幾公分 162 所以其實這個空間感是蠻好的 而且因為它中間這個裡是有空洞的 所以腳也可以放過來 其實不會覺得很局促 而且我會這樣放 我都會斜著 因為我很喜歡靠著一個東西 這樣 那你平常都怎麼樣做第三排 這次回屏東我們家族都 就是爸爸媽媽做前面嘛 然後我就做後面 我比較喜歡做第三排耶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就是可以把腳這樣斜著 放到這邊 然後靠在這個角落 有看到嗎 其實看起來是蠻舒服的 對 而且 這一台的音響 比期待的好 對 我原本以為音響很爛 對 它後面音響就在這邊 所以我第三排 坐這邊聽音樂的時候 它的重低音很強 然後它第三排呢 其實也有這個冷氣出風口 對 都可以這樣自己去調整的 對 像這個冷氣呢 第三排在這裡 就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的風量的大小 在這裡有兩個杯架 而且也可以充電 然後呢 另外一邊 也是有兩個 這個車的那個特點嗎 我們第二排 杯架超多了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第二排的 首先它第一個 杯子的地方 是這裡 就按一下的出來 這個呢 專門放那種 星巴克的那種咖啡紙杯 因為寶特瓶的話 會掉下去 它要上面胖下面瘦的 對 而且這邊有一個凹洞 其實這很好用耶 少爺都在看 iPad 換這邊 你就不用再買一個支架 對 所以我覺得它這台車的細節很棒 而且你看喔 它第二排的這裡 它直接可以控制 對不對 這個座椅的前後 我現在才發現耶 你跟它很不熟 畢竟新朋友 因為我是老闆嘛 對不對 這些都是小弟在做的 然後這邊 它的空調 出風口是在這裡 你在第二排也可以控制 它的風向 然後最重要的是這個 多多有加熱 還有抽風的功能 通風 對 通風的功能 然後下面是無線充電板 還有兩個杯架 這邊也有杯架 所以你看喔 一個人可以喝三杯 對 其實真的有時候會用到耶 就長土的時候會啊 會用到 對 所以它第二排的機能是非常好 通風加熱 那只差個按摩了 大概是這樣 而且有天窗啊 我們看一下上面 其實非常的 非常大 但是其實你看 這邊前面它有兩個天窗 所以我平常我這個上面我都會被打開 前面就是足夠那個 車內的陽光了 我覺得副駕也很棒喔 我覺得這台車就是 讓我覺得韓國車蠻細心的 你看 這邊有做個凹槽 所以如果前面 可以放一些資金 這我爸給了 或者是說你手機 你就直接給它丟進去 這個我也現在在發現 非常方便 還有這個喔 掛鉤 那你就可以掛了 而且有時候你會去買一些手搖杯啊 你就直接掛在這邊 就這台車的細節很多 然後你看喔 一般我都會背一個小的包包 那下面它有一個置物空間 其實你就給它丟著 你看 下面還可以放很多東西 對我包包都會放這裡 而且還有小孩的玩具也在 那Shoko 其實這是我們結婚以來第三台車了 對 因為第一台是賓士的一兩百 那個是房車 可是說真的 因為我們常常要回屏東什麼的話 有小朋友就真的比較不方便 對 不過我還蠻愛那一台車的 是我擁有過的三台車裡面 隔音最好 那第二台車呢 就是買特斯拉 就把賓士賣掉 加一點錢買特斯拉 特斯拉是我自己最喜歡開的車 只有自己一個人的話 能理解 因為最快 可以趕通告的時候 我上節目 不用趕時間 就是 油門稍微查一下 速度就起來了 那這一台呢 就是 完成我的夢想 家庭的需求 但我覺得也不用問Shoko了 他個人一定是 最喜歡這一台吧 但是你不會懷念 比方說做賓士嗎 會啊 會比較有點虛榮這樣 但是 有小朋友之後 會比較喜歡這一台 對 確實 但是現在有小朋友 小朋友舒服 他不鬧 他開心 就是 真的 說到 一個重點啊 那當然我也是因為 有小朋友才買這台車了 不然 那個有病室可以開 或者是 有特斯拉自己開 誰不要 但是呢我覺得 家庭的快樂就是大家的快樂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有一台電一台有 雙享受 雙享受 對 那我跟Shoko出門的時候 其實都還是開特斯拉 因為他坐前坐 也蠻舒服的 可是如果要考慮到 太太坐第二座 跟小朋友一起的話 真的還是這種車 才是最理想的 對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聽說這一台車 在台灣還沒有幾台 就比較少對不對 對 今年交車前三個月 一千兩百多台 好像還有兩千台以上 還沒有交車 對 所以我們拍這支影片呢 就是應該看我們頻道的人 因為很多都是家族又小朋友的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欸 好像這台車不錯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參考 作為你選擇車的一個依據 因為我們是有家庭 然後偶爾爸媽一起出現 這樣的狀態 那這台車呢 是國產車 所以它的保養維修也比較沒有那麼貴 所以如果你是像阿格莉一樣 有第二台車的考慮 那第二台車又不想太貴的話 我覺得這台是蠻好養的一台喔 對 那應該男生爸爸們想知道 車的馬力什麼的嗎 那這種比較專業 男生比較會想聽的內容 的話可以去看阿格莉博士 對我自己的頻道 也跟SHOCO也有一集詳解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阿 掰